今天有個特別嘉賓來香港,需要趕時間 我們不說太多了,我們直接跳到會場 看看今天有什麼事情看 Hillbock在海港城舉辦了一個展覽 回顧他們製作黑色手錶十周年 當日沒有請黑旋風忍者為民除海 但有品牌的好朋友,鋼琴家朗朗過來露兩手 除了鋼琅之外,當然是有手錶 講到黑色手錶十周年 其實Hillbock都用過不同的材料做過黑色手錶 想得出的,例如有研究或是最之前的 用PVD或DLC都做過 今次就真是點精之作 用水晶做了錶殼 這個水晶也做了黑色的處理 這隻黑色水晶手錶 其實都是用藍寶石水晶製作錶殼 不過外面就做了一層黑色的金屬塗層 原本全透明的藍寶石水晶 做了煙燻的效果 吃回All Black的主題 另一隻就是Big Bang系列的Mecca 10 All Black 它黑在哪裡呢? 除了錶殼是黑色之外 裡面的機身製造了PVD 配合黑色的石油錶殼 這裡還有一件很有趣的 就是錶子 你走得太近了 它會自己掉下去 我試試給你看 例如你想這樣 就沒有了 如果你還想知道多點這個展覽說什麼 麻煩你留意五月號的Manchino 我們做了一個很詳盡的故事 在Hill哥黑色手錶裡 我還是喜歡做什麼 好認真 你就對他 天啊 你